宰幸因为随意更改了人类的寿命 父亲阎罗十分生气 致使阴间遭受奇耻大悟 而宰幸十分不屑 人类寿命有什么重要的 阎罗不能任他放肆下去 便把他发配到人间 接受惩罚 宰幸十分震惊 区区一件小事 竟被父亲如此惩罚 这未免太过分了 为了教训宰幸 阎罗惩罚他在白天会变成小狗 只有在夜间才能变回人类 宰幸只有获得人类的欢心 才能变回原来的样子 这是对他不尊重人类的惩罚 因为谣言散播 陛下认为柿子被小鬼附身 一怒之下不再面见他 柿子无奈 只好作罢 于是便独自在航宫里散步 想一个人安静安静 不料在雨中看见一只小狗 不错 这正是我们的阎网柿子宰幸 十分落魄地出现在老婆面前 柿子将小狗抱起来 被小狗磨蹭的行为可爱到了 环抱得更紧难 可是那官大人是个很爱整洁的人 侍卫表示可能不会允许柿子 养着这只小狗 听说白狗能驱滚 用这个当借口吧 那官大人会同意吧 而且小狗这么可爱 回到寝宫 柿子轻轻拍打着小狗的肚子 没有人会伤害你 安心睡觉吧 柿子很开心 今晚不用孤单一人了 有小狗作陪 今晚应该会很安心 上集说到柿子哄着小狗睡觉 最近经常做噩梦 但是有小狗陪在身旁 渐渐熟睡起来 半夜 我们的鬼王柿子迷迷糊糊醒来 终于在半夜恢复了人生 挠挠头很疑惑 这是哪里 睡饱后尽是慵懒之意 宰星仰头打了个哈欠 萌萌的样子十分可爱 真是幸运捡了一条命 恢复真身后 绝对不会轻饶了那些欺负自己的人类 这时 宰星看到睡在身旁的柿子 被几只小鬼团团围住 柿子的模样看起来十分难受 你们这些小鬼为什么在这里 去去砸鬼 竟敢如此无礼 还不给我离远一点 几只小鬼退开站在一旁 宰星蹲下靠近柿子 看着柿子难受的拉扯着衣服 嘴里哼哼唧唧的 柿子难受万分 脸上流下许多虚汗 在梦中无力的求助道 邦邦舞 宰星附身压住柿子 将他笼罩在自己怀里 对几只小鬼说道 这家伙以后归我了 都给我滚 几只小鬼见状赶紧离开了 宰星恶狠狠追走几只小鬼后 便低头看向柿子 柿子因为小鬼的离开 而眉头舒展开来 似乎放松了不少 急躁不安的表情 也渐渐平静下来 原来早在前几天 宰星就和柿子见过面 柿子当时身上缠了许多杂鬼 上集说到宰星和柿子早就相遇过 柿子身上还缠了许多杂鬼 因此每天都会感觉身心疲惫 那些杂鬼无不再提醒他 要是被青梅竹马的金骏 知道他的心思 必然得晕倒过去 柿子难受地用手擦了擦汗 面对金骏的关心 只能默不作声地回应 这些种种都被宰星看在眼里 他觉得很有意思 倒看柿子那深藏心底的秘密 柿子不愿把事情闹大 只是警告道 就算再怎么生气别人说你 你也不应该说得这么露 宰星轻抚着柿子的脸庞 我还说你是什么地位高的人呢 原来是宫里的柿子 宰星看着柿子舔视着嘴唇 你那么努力隐藏心思 那你得好好帮我吧 宰星宽衣后俯身靠近柿子 对着柿子上下其手 宰星感叹真是值得一看的好戏 柿子被折腾得迷迷糊糊的 站立着抖动双手 又开始了 那种被操控的感觉 不知从何时起 柿子开始做奇怪的噩梦 一开始手上传来湿润之感 后来便游走全身 随着时日增长 模糊的鬼影变得越来越清晰 柿子祈求谁能将他从泥潭里解救出来 柿子迷迷糊糊醒来 想要赶紧制止眼前人的行为 不料却大吃一惊 这人竟然就是前几天遇到的那个男人 上集说到柿子认出眼前人 就是之前遇到的男人 顿时大吃一惊 柿子用力推开宰星 却被宰星狠狠扰之助 还调侃到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宰星一番降降酿酿后 柿子承受不住晕倒过去 还想再进行时 天却亮了 宰星没有进行 看着快要升起的太阳 本是不满 天亮了就又会变成小狗 白胖的小狗生气地抓挠着地板 已发泄心中的怨气 甚是可爱 早上 柿子在嘈杂声中醒来 睡眼朦胧的样子简直不要太美 柿子轻柔着额头 以缓解疲惫 内观大人 为何一大早便闹哄哄的 原来是内观大人 抓着闹腾的小狗吼骂 你这坏东西竟敢擅闯底下的寝宫 柿子正打算叫内观助手 突然想起昨晚发生的事 所有感觉都如此真实 这似乎不是梦 柿子赶紧抓起衣服穿上 有些不敢置信 但这一切似乎真实发生过 内观无意间看见柿子肩膀上的痕迹 不知柿子昨晚又经历了什么事 内心甚是担忧 柿子表示小狗是自己带进宫里的 小狗和自己处境相似 所以想要收养它 内观大人将小狗轻放下来 小狗便眨巴着眼睛跑向柿子 十分可爱 我们鬼王柿子 稀稀苏苏跑向柿子怀里 柿子很是惊喜 将小狗抱进怀里 上集说到小狗迷迷糊糊跑向柿子 一头涌进柿子怀里 甚是可爱 柿子轻抚着小狗的头 询问内观 父王今日也拒绝我的问安吗 内观表示今日无需问安 柿子无奈道 罢了 父王如此 我也无可耐 柿子说要前往中宫问安 让内观大人提前去准备一下 柿子起身 安静地站在原地 等待侍女们为自己整理衣物 竖发打败 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从后面出来了 柿子瞬间脸红起来 侍女询问柿子发生了什么事 柿子在惊恐中保持镇静 无视 不要在意 侍女在给柿子整理衣领时 无意间看见了柿子脖子上的红 站在一旁的内观大人发现了这一幕 为了避嫌 赶紧让柿女们退下了 另一旁的小狗 昨晚被柿子滋润后 甚是容光焕发的模样 宰姓觉得昨晚很不错 阴气也绵绵不断 柿子那绰其之脸也值得一看 宰姓一边磨着爪子 一边喃喃自语 之后无需再扼着肚子了 有需要就去找柿子 大家注意看 我们鬼王柿子竟然在磨爪子 原来是老婆嫌疼 不爱磨爪 宰姓让三只小鬼赶紧离开东宫 小鬼们说是恶鬼炎将他们困在了这里 不过一阶恶鬼 竟敢胆大妄为 可恶的家伙 宰姓决定要去收拾炎这家伙 上集说到宰姓准备去收拾炎这家伙 好让他知道人外有人 鬼上有鬼 宰姓在走廊上遇到了炎 停住脚步 你就是那个传言中的炎吧 炎疑惑地看着宰姓 你是谁 你不是一般的小鬼 到底是什么东西 宰姓呵斥一笑 你挺厉害嘛 居然能看出我的原形 我可是来自地府 炎正愣了一下 清灭笑道 原来你就是炎罗的那个废物儿子 看来你也知道柿子 柿子就算每日被恶鬼纠缠 却还保持着善良 宰姓不屑一顾 警告道 他现在是我的了 不要再去骚扰他 炎没搭理宰姓 自己也曾是一个女巫 是被中宫陷害后才成鬼的 中宫不仅害了他 现在还在陷害柿子 他们同病相连 炎不会去伤害柿子 侍女告诉中宫 在柿子身上发现了红痕 中宫便猜测 柿子在外面有女人 这边 金骏询问柿子脖子上的红痕 是怎么回事 伸手便想去抚摸 柿子瞬间脸红起来 赶紧捂住脖子 解释说 男子汉身上有点伤 很正常 金骏一脸担忧 怎么能不担心呢 作为底下的半毒 要以底下的安危为重 躺在柿子怀里的小狗 看不下去了 金骏就会在柿子面前 说些好话 上集说到 宰星好好躺在柿子怀里 吃东西 实在看不下去 金骏在柿子面前 乖言巧语 从柿子身上下来 走到门口巴拉着 想要出门透透风 这是在吃我们小柿子的醋吧 宰星嘟嚷道 哼 爱慕别人有什么用 反正也不敢说出来 一见到他就笑容满面 宰星露出不屑的表情 区区人类的真心 随便找个人都能得到 谁都可以 宰星拦住之前的小生 酒局还没结束 你要去哪里 看来你并不想见到我了 小生推开宰星 那天我想了很久 我并不是大人心悦之人 只是一个工具罢了 小生十分伤心 这普天之下 还有哪个傻子明知没有结果 还苦苦等待着 宰星不屑一顾 难道不是你对我的爱 还不够吗 你为什么还哭上了 小生彻底伤心了 转身离去 大人这辈子 都不可能会对人 付出真心了 宰星十分惊讶 没想到小生 竟然对他说这样的话 什么真不真心的 都是假的 宰星折回东宫寻找柿子 对着喝醉的柿子们寄道 你都不担心 你的宠物到哪里去了吗 宰星戳了戳柿子的脸 柿子却迷迷糊糊 叫出了金骏的名字 宰星一脸粗意 谁说没有啊 这不就有一个 明知没有结果 还苦苦等待的人吗 上集说到 宰星听到柿子 在喝醉后 呼喊金骏的名字 心里满是醋意 宰星靠近柿子 右手便出紫光 照亮周围 仔细端视着柿子的脸 忽然 宰星听到金骏和内官大人 正在讨论柿子熟睡之事 导侃柿子道 你也是活着可怜 到处都有人监视 不自由 宰星看着熟睡的柿子 饱满剔透的嘴唇 甚是惹人心动 宰星撩起头发 歪头盯着柿子 像是在欣赏宝物一般 宰星舔尸了一下嘴角 显然是被我们柿子吸引住了 他伸手探向柿子 我吸食阴气整得这么辛苦 底下倒是睡得舒服 宰星捏住柿子的小脸 你都不知道多亏了谁 你才睡得这么安稳 宰星有些稚气 俯身吻向柿子 他轻咬着柿子的嘴角 接着舔尸进去 柿子迷迷糊糊被折腾醒来 浑身发热 下意识抱紧面前的宰星 宰星有些兴奋 柿子竟然主动抱住他 你挺急切嘛 这么快就尝到快乐了 柿子仰头看向宰星 迷糊间将宰星看成了金骏 便往前蹭了蹭 宰星有些不乐意 用力握紧柿子的命脉 竟然将我认成别人 柿子被捏得难受 颤抖着推开宰星 想要让他停下来 底下为什么每次在我怀里 都要呼喊别人的名字呢 上集说到柿子将宰星认成了金骏 害得宰星吃醋 小小惩罚了他 柿子看清宰星的脸后 一脸惊悚 怎么总是你 你又要干什么 宰星一把钳住柿子的手 知其道 你终于认出我来了 柿子害怕宰星进一步的动作 惊恐说道 助手 快点下去 宰星俯身靠近柿子 刚才还在我怀里 这么快就翻脸了 不然 两人听到内官的呼喊 柿子顿时安静下来 柿子的脸刷一下就惨白起来 是安内官 这该怎么办 柿子赶紧捂住自己的嘴 不让自己发出声 难道门外还有人 宰星调侃道 内官在叫你呢 该怎么办呢 我是无所谓呢 宰星仍然继续下去 柿子很惊慌 这样下去会被别人听到的 柿子用双手捂住自己的嘴 不想让别人看到他这个样子 宰星脱下衣衫 抵向柿子 要想不被人发现 就好好忍着 宰星邪魅地看着柿子 这样的美貌 就应该独自欣赏 宰星就仗着柿子 不敢被人发现的心思 随意调戏着老婆 宰星磨蹭着想要进去 柿子却被磨得难受 一直推锯着 不能用手 我只能这样 我也不想直接让你出血 柿子难受的用力 抓着宰星的肩膀 给他挠破了皮肤 上集说到柿子难以承受 用力给宰星肩膀 抓挠出了血 宰星试了很多次 都难以进去 对柿子说 这样会很难受 宰星撩起湿润的头发 有些不满意 嘟嚷着真寒人 宰星俯身咬上小红豆 磨得柿子有些难受 我就喜欢看你这个模样 只要这样 阴气就会不断涌出来 柿子拒绝说不要 宰星却偏要执拗反着来 我就不 柿子不知是否是 饮酒的缘故 心情十分怪异 只希望赶紧结束 这天 柿子泡着热水澡 回想从那天起 就没好好睡过觉 宰星虽从来没现身于人前 但他流于自己身上的痕迹 说明了一切 那并不是鬼阶 也不是梦 而是实实在在的人生 你就承认吧 你也觉得很快乐 依然想不起崔金峻了 柿子修得站起身来 不管他是什么人 都不能放任下去 无论用什么办法 不能让他在随心所欲 让自己沉醉于此 阎对宰星说了自己被中公陷害的往事 为了复仇而成为恶鬼 宰星嘲笑他为了恩怨而抛弃肉体 形势简直愚蠢至极 阎揭揭穿了宰星的秘密 听闻你想回到冥界 就必须获得一人的真心 你真的能做到吗 你只是强取柿子的身体 与其他杂鬼毫无区别 上集说到 岩提醒宰星只是强取柿子肉体 与其他杂鬼毫无区别 宰星翻上白眼 生气转身离去 轻蔑说道 哈 管好你自己的事吧 岩叫住宰星 我若是知道 不获柿子芳心的办法吗 你想知道吗 宰星顿住了脚步 不获柿子芳心的办法 你能有什么办法 柿子和崔金峻已然无法实现 即便柿子有爱慕之意 也有空隙可钻 中宫才是对柿子最大威胁的存在 你若助我一臂之力 对柿子也有好处 你帮助了柿子 那么便能入他的眼 讨他的欢心 进而俘获他的芳心 宰星气不打一处来 抛弃肉体的你 竟敢让我向区区人类陷内 渺小的人类想要获得鬼神的帮助 竟然还让自己去讨好 岩知道宰星不会轻易答应 他不懂人类之心 也并非必须这么做 严谨告宰星 你现在无法回到明界 难道想一辈子都待在这幅躯壳里吗 宰星低头细想一番 确实不能这样一辈子 他抬头问言 那我该要怎么做 你速去寻找赋予柿子周围 那三只小鬼的前世 便会有所帮助 接着宰星就去调查 附近发生的火灾事故 正巧与柿子擦身而过 柿子微服私询 也是要调查散播谣言之人 查清来龙去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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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